在四民区深田社区 社区干部正在和居民们热以新鲜出炉的政府工作报告 过去一年 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1% 义务教育 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等财政补助力度持续加大 民生保障有利有效 今年 我国还将把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30元 呈向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提高20元 这些都说到了社区居民的心坎上 对我们老人养老 还有一宝都有很大的改善 特别是我们老人养老 像我们现在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一宝抗病了什么都不用钱了 我现在感到非常的幸福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采取更多会民生 暖民心举措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今年 申田社区将在打造完整社区上下足功夫 持续造福社区居民 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提到着力抓好民生保障 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今年呢 我们社区会侧重在完整社区的建设 做我们居民希望的和他们破缺需要的一些民生保障工程 抓好基层治理 也推动支部参加各个小区的基层治理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全面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及配套举措 进一步解决市场准入 要素获取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增添信心 莱尔斯特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注于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民营企业 企业负责人表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积极培育新兴产业 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 深化产学沿用结合 这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今年我们的企业的工作规划当中 打算在研发投入方面会增加50%以上 在专利的申请方面将会翻倍 包括跟产学沿用这方面 我们跟各大院校共同研发 现在目前也在推进 从资金投入到创新度 我们大胆地去推进 在厦门大学 不少青年学子集中在一起 收看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直播 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青年就业创业 教育发展等内容 与青年学生未来的发展 密切相关也引起大家的广泛共鸣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要强化促进青年就业政策举措 优化就业创业指导服务 加强对就业容量大的行业企业支持 可以看出国家在政策制定 指导服务 岗位供给等方面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全 这也为其厦门大学工作的我们注入了一季强心计 报告也提到了在未来的一年里 我们要加快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 等一系列跟教育相关的工作任务 作为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议员 我也一直关注着基层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动态 期待国家能够加大政策力度 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 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全国两会的召开也吸引在下台湾青年的关注 广大台青们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涉台内容 体现了大陆对台大政方针一以贯之 既展现反独促统的坚定决心 也释放出进一步增进台胞福祉的柔性关怀 希望透过这些来观看的能跟身边的朋友来分享 然后来了解国家发展的重点跟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不断地在反独促统 然后也希望透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看完今天早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其实我的心情还是特别的振奋的 就是我们除了感受到 就是政府为人民做的许多的事情之外呢 其实我们听完报告之后 也是对未来深具信心 注意点击事实上的政府